公交初上,一位小伙子一边听歌一边画彩虹 看得出来,他很乐意把快乐分享给他人 可惜女孩并没有体会到小伙子的好意 为了让他体会人间处处有温暖 我果断坐在他身边 与他一起沉浸在玉树的海洋 可能他觉得我欣赏不了 拒绝与我分享 这时,飘来一股气味 原来是小伙子鞋掉了 一定是粗心大意 鞋带没有记好 正当我要提醒他 谁知小伙子太累睡着了 我怕小伙子愣丢了鞋 赶紧把他收好给他 看着小伙子一脸陶醉 我想他一定梦见了什么好事 毕竟帮助他人的美德不能丢 坐在我店面的一对情侣 他们各自从包里拿出菜放入锅中 我猜他们肯定是担心火锅店里的菜不够新鲜 于是我叫来了老板 邀请老板领着他们去后厨参观 以真心 望着这对情侣接连的摇头 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打消了心中的物理 谁知老板 谁知老板刚走 他们又偷偷从包里放入了新的汗 我瞬间明白 他们肯定是人中兴奢 不一眼表 为了让他们明白 人间处处有温暖 我把自己桌上的菜送给他们 可是他们并不接受 我想他们肯定是在担心我也不够吃 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发动身边的人一起帮助他们 这次他们即可以品尝到更多的菜 又能感觉到集体带来的温暖了 毕竟帮助他人的美德不能丢 菜市场一位大姐在摊位买虾 可能店家太粗心不小心碰到了秤 我赶紧上前善意提醒 店家误以为我要插队 私以我到后面去 我被他文明精神所感动 正当此时 我留意到店家偷偷换了大姐的袋子 我猜 他肯定是担心大姐年纪大吃不完 考虑到我饭量比较大 所以赶紧上前预留大姐的想法 可能大姐没有理解到店家的好意 哎呦你妈 不是叫来的方式 看着店家生意更加兴隆 我满怀欣慰 毕竟帮助他人的美德不能丢 uer人呜 我满怀你